大家好,我是冷冠 今天我要来跟您分享 跳出思考框架 有一个知名企业的面试题目是这样子的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中 你开着车在路上行驶 前方有公车站牌 有三个人正在等候公车 第一位是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 必须尽快就义 第二个则是曾经救过你一命的医生 而你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他 第三个是你心意已久的女孩 你也害怕错过跟他相处的机会 如果你的车上只能够载一个人 这时候你该如何选择呢 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一些成功思维与知识的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自我学习成长 或是想要透过学习改变生活的人 欢迎你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让你进步的机会了 好了,如果你选择第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 这时候面试官回应 每个人的终点都是死亡 如果你选择曾经救过你一命的医生 这时候面试官又回应了 你可以折日再保恩 最后如果你选择心理的女孩 面试官就会说 爱情最终是看缘分 缘分到了自然就是你的 正在道德伦理上 我们最应该帮助的是第一位老人 同时也是最多应征者的回应 但是在这场面试的最后 只有一个年轻人留了小案 他回答 我会把车钥匙交给那位救我一命的医生 请他在老人去医院 而我留下来陪那位女孩等公车 透过这个故事我想跟你分享 同样的问题 不要让任何的障碍限制你的想象与做法 跳脱框架 总有一些方法能够克服你现在的难题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 并打开小铃铛 我是人冠 我们下期再见